益胖体质如何变成益瘦体质 还是啊 我只不计你能猜猜懂的 不要看我演艺啊 我这战票给我给你脑袋打球包 首先你需要明白 造成你成为益胖体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来补运动代谢太差 啥热量高啥脏的你吃啥 饮食习惯差 内脏皮下脂肪常年高 肠胃吸收能力嘎嘎好 馋懒 由此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生活习惯导致 所以你必须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首先你最最需要做的就是每天加入运动 运动本身会增加你每天的消耗 并且还能帮助你长肌肉 当你的肌肉含量增加了 就算你不运动也能帮你增加代谢 有时间的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 没时间的你做任意一种运动都行 每天都要坚持运动一小时左右 不得话答应 其次你必须要改变你的饮食结构 你是不是经常吃外卖快餐油炸甜品等等 这种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 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吃了啊 你吃你就不要脸 你去看我这条视频选择一些健康的食材 然后花一点点时间去看哥们第三个这里作品 学习一下计算热量 然后按照视频里的减脂公式去吃 看完之后饮食这一块你也就明白了 最后按照我说的方式去运动去吃 你好好坚持一段时间 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身材越来越好 肌肉越来越多 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也是越来越少 同时越来越自信 你从一个不健康的一胖体质大胖子 变成了一个偶尔大吃大喝 也不容易长胖的一瘦体质 其实你听着很简单啊 但是这个过程极其漫长 希望你越来越是王戏狗 行了